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开始挣钱了 对不对 我成交你们要半死不活 整半天 这都不用成交 直接就知道了 天天生我的 而且你知道爱到什么程度吗 同学们 就这辈子就不要嫁给她 我老师说不娶 知道不娶她干嘛吗 非常把我老师的一拉宝偷走 跟一拉宝结婚 我不是给你们干嘛 这真事啊 这个不是杜撰 这不是电视剧 这是真的 他真的跟梅兰芳先生的照片结婚了 当年轰动整个京城 这叫粉丝 你等会 不是让你跟我照片结婚的意思啊 我讲这段诗 为了让你往台上扔钱 这个意思 你别听差了 这叫粉丝啊 这叫粉丝啊 这叫粉丝看到没有 还敢说是我的粉丝 我靠 美兰芳先生太厉害了 周老师为了跟美兰芳老师学 就吊赏了这种 我亲自去找美兰芳 在家睡了一个晚上 他家在哪儿 墓地啊 你就知道了 我今天给你们传的这个 都是不能再传的 对不对不能讲啊 这都是绝学 这哪是拿钱回来的 这他们拿命还来的 你知道吗 来 继续 第二个就练气 练气是怎么练呢 就是长一点 输葫芦 还有写上游泳 你们要练演讲 要做三天之气 要憋气 水里憋气 没事干 找两个人 咱们一起憋气一会儿 看谁先出来谁输 你听到没有 玩过那个游戏有没有 憋气 气要足够长 你们有没有发现 听周老师讲他 有时候一句话 讲得你好像都喘过来了 我还能喘 这是练气要长 感觉上 第二 土字要清晰 而且讲话要快练语速 知道周老师在这方面的老师是谁吗 有看过《中国好声音》的举个手 中国《好声音》的主持人华少 他说 苍天呀 打地呀 他们他的话快不快呀 在《中国好声音》里打广告的哥们全赔了 打广告之前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主持人会把你的广告词 全部给你念一遍 人家以为你念一遍 你最起码你也得怎么认 30秒 50秒 80秒 一分钟吧 一分钟他可以念 五个广告上的台词全念完了 在《中国好声音》里打广告上 《中国好声音》里打广告上 《中国好声音》里打广告上 你们跟华少学讲话快 但是你快 还要快到让别人能够怎么样 听得清楚 那个有没有看过张力艳唱的主题曲 叫做《高高在上》 还是《高高在下》 都曾忘了 片头的时候有一段 你们有没有人记得 我是观音菩萨指定曲 你第一条满人家 霍果山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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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帅刀吊渣 就是练讲话快 而且能够一口气讲老长 把气给练好 这是作为一个演说家必须的 但是我指的快 不是让你让别人听不清楚 一个演说家最重要的是 让观众能听清楚你在讲什么 所以你要清晰地 把你的每一个字 全部清晰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 知道在这方面谁做得最好吗 写上周老师的第三个老师 郭德冈 把普通话练到极致 讲话又快又能清晰地 把每一个字推到你的耳朵里 你们必须去听郭德冈的相声 我就想哎呀怎么能花钱呢 就这点乐趣 然后跟他学习他的讲话技巧 非常重要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听周老师讲课 他说不管我的环境再嘈杂 不管我的麦克风再差 我一定能够想方设法 把我的字送到你耳朵里 但是很多老师可能 也压根都听不清楚 在讲识头 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启明老师 就是犯这个错误 启明老师第一个高曲这边旗帜 当我带着我的孟子队 在全中国高校演讲的时候 我讲半天 别人根本听不懂在讲啥 上一届演说班 我们众弟子给他 起了个名字叫高潮歌 说老师你讲课是 从低潮到高潮很爽 然后又下来 是有阴阳动挫的 他讲话 从上台第一天 第一秒钟 到最后秒 如果你讲话 永远是高潮 就没有高潮了 一首好听的歌曲 刚开始是低的 然后慢慢的 副歌的部分是高潮 然后又下来了 你会发现 这叫好听的歌 所以 你讲话快不要紧 但是你要清晰地 再把每一个字 送到观众的耳朵里 所以周老师 为了做这一行 要干嘛 要练普通话呀 我靠讲到这儿以后 你们就发现 周老师能够练就 今天这样的一身本领 有没有花心思 台上一分钟 怎么样 读报纸啊 你们都知道我是哪儿的 河南人啊 那么河南人讲话 河南枪是很重的 我为了克服河南枪 我花了多少心思 和心血 今天你们听周老师讲课 能听到河南枪吗 这些诗都不肯让你听出来 我如果不讲 我就肯定压根就不知道 我练普通话练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练到回到家以后 我妈说我老家话讲话 我都不会讲了 有一句话叫相应难改 我是直接给她忘却了 直接完全进入演说的世界了 你们都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这位各位 哇靠 你以为成为一个演说家 那要花很多心血的 演说家 能够程度上是这个 带这个家字的 那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 对了各位 作家 不是说随便写这儿的 都是作家 书法家 不是说随便写这儿的 都是书法家 能够程度上是家的 那一定是刻骨的 能不能听懂 对了各位 简单讲到这儿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课程 演说之道